有一次我坐电梯遇到两个女生 我一进去我就知道她们也很内向 因为我一进去就听到后面有两个声音 其中一个说可以吗 另一个说没事 然后第一个声音说鸟鸟 我说嗨 然后我们就都沉默了 那一刻就特别地尴尬 我觉得电梯是个特别适合体会尴尬的地方 如果你要体验恐惧你可以去鬼屋 你要体验尴尬就要进电梯 即便鬼屋里有一个电梯 你和鬼一起站在里面 你也只会感到尴尬 你也只会说 你今天还挺恐怖的 我真的 其实这些励志的东西 我考研的时候就特别喜欢 当时我考研的时候最火的一个视频 就是一个老师在那说 你这个年纪你睡得着觉 就这个老师他是教啥的 我现在都不知道 但他让所有考研的人都睡不着觉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我热血沸腾 直接射成闹铃了 每隔五分钟老师就出来一声 你睡得着觉 老师喊了二十多次 我还睡得着觉 后来他只要一喊 我就把它按掉 最后就变成了 你睡 你睡 真的考研的时候 那时候要看那些教学视频 也是老师在里边 给你讲讲知识点 再立志一会儿 结果我就光调立志的部分看了 就立志半小时 学习十分钟 看完作题还是啥都不会 但浑身都是劲 热血沸腾的不会啊 有时候真的就这一颗的立志 都不够了 我有时候学数学的时候 得看英语立志 就我同学看见都懵了 说智圣 你是看不懂这个 声音和考声音 这两个单词是吗 大学最热血的 还得是期末考试 三天学完一学期的课热血 真的本来时间就很珍贵了 经常找教材还花了半天 我肯定是临阵磨枪 找不到枪 真的经常就是十章的内容 前两天稳扎稳打 学了一张 最后一天学了九张 最后考试也是九死一生 这个时候你就看 学霸身边就全是学渣 在那里嗷嗷待哺 人家学霸还负责 说这个在科研上很重要 你也急了 我不想知道重不重要 你就告诉我考不考 高等数学你只学三天 量子力学你也只有三天 关键是三天还是同一个三天 真的我可真行 高中牛顿力学学了三年 量子力学学了三天 三天是什么概念 我都没来得及和量子纠缠 你也认为高中什么 好吗 我可以在那里想 我可以在那里论 我可以在那里想 我可以在那里想